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实验发现 如果你有一个带电体在空间某一点运动的时候 在空间某一点有一个瞬时速度 就是它在移动 这个带电体会受力 我们把各种不同方向的运动以后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我们电荷的速度是V的话呢 它会朝这个方向受力 写错了 这是B场 就是说我们做很多方向 我们发现呢 这个空间在这一点有一种东西我们看不见 但是它会影响这个电荷的移动 就好像有电场存在 这个空间 电场我们看不到 但是你把一个点电荷在那里啊 这点电荷会受力 那么这个电荷呢 它在这里运动的时候 会受到一个力 这个F 我们从实验发现 它有这个结果 QV cross B QV cross B 你如果空间都试了 好多好多位置 你把这个 好多好多方向 V 如果只向这个方向的话 这个力就不见了 如果V 跟B的方向相同 或者相反的话 这个F就等于0 那就是V跟B怎么样 相同的话就是 夹角是0度 相反的话就是180度 这个等于0 那我们就说 这个空间呢 会有一种 一种物理量的存在 这个叫磁场 B就称为磁场 磁场怎么产生 我们以后再讲 现在我们就知道 它有一个 这空间有一种 我们看不见的 一个物理量 它是一个向量 我们称它叫做 B场 磁场 磁场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F呢 大小是等于Q V B B Sine Theta 这个是 Theta Sine Theta OK 那么我们就可以 从这个地方 得到这个 B 它是等于 Q 我们可以定义 这个里头 我们说 F如果是 它的单位是牛顿 Q的单位是Coulomb V的单位是Meter Per Second的话呢 那B的单位 V 我们给它一个 一个名称 叫做Tesla 简写就是一个T 就有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的单位 我们用Tesla来表示 你现在先不要管磁场怎么来 OK 我们先看 这个磁场 对移动的电荷 所产生的力量 好 那现在我们就 从这个 我们从这个式子来看看 磁力 这个力叫做磁力 这个力 我们称它叫做磁力 Magnetic Force 好 磁力有哪些特性呢 这个我们要 千万要注意 磁力的特性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F 对于Q V Cross B 从这里我们发现了 磁力 磁力 跟 B垂直 同时跟 V垂直 它同时要跟磁场 还有这个速度垂直 第一个 F Perpendicular 和 to V 以及F Perpendicular to Magnetic Field 跟这两个同时都要垂直 OK 好 第二个 我们说 因为它有这个特性 我们说磁力不做工 磁力不做工 为什么不做工呢 因为啊 你看这个 我们写磁力好了 加个B长 它是等于 F Dot D S 从A点 到B点 但是 D S啊 这是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 是跟D 顺时速度 就是跟位移同方向 就是路径的切线方向 这个等于0 因为 因为 V 跟路 跟位移平行 跟位移平行 好 那么 F呢 如果是 Perpendicular to V 那么F呢 也 Perpendicular to DS 好 如果它跟 DS垂直 那这Dot不就是0了吗 对不对 磁力不做工 好 第三点 磁力 它只改变 带电体的运动方向 而不改变 带电体的速度 哇 为什么呢 因为F跟V垂直 我们以前在讲力学的时候 如果一个物体受的力 是跟它的速度垂直 方向跟速度垂直 也就是说这个力在速度的方向上面 没有分量 那么这个速度就不会得加速度 速度大小就不改变 大小不改变 就方向改变 因为它跟它垂直 对不对 所以方向改变 我们说因为F Perpendicular to V 这个其实跟这个有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 如果磁力会做功的话 那你有功跑进去 动能就会增加 对不对 动能增加速度不就增加吗 它没有功嘛 没有功它动能就不增加嘛 所以速度不增加 但是你的力作用在上面 又没有平衡 它一定会改变速度 改变什么 改变它的方向 改变它的方向 这要认清楚 有时候你做题目 要有这个概念 才做得出来 这个是磁力 要记住 它磁力不做功 磁力呢 只改变速度的大 方向不改变速度的大小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个情况 当一个带电体 在一个有磁场的区域中运动 它运动的方向 跟磁场垂直的话 那么它的轨迹是什么 那我们就写说是带电体 垂直的进入均匀磁场 均匀市场 我们画一个 我先画一个这个 其实这个不能先画 应该是等一等再画的 好 这个区域 我们假设有 均匀的磁场 这个磁场是 进入黑板面 进入黑板面 它的距离 两条磁力线的距离都一样 所以它就是均匀磁场 你先不要当作没有那个圈圈 只有磁场 那现在我们有一个带电体 V 我们假定它是Q 质量是M 以V的速度 在这里运动 那问它以后的状况怎么样 那这就是动力学的问题 你就要看它的力 是什么样的力 好 那我们就看它的力 我们这里注明一下 这个B场 perpendicular to V 好 那么 它这个就变成 负R Univector QVB 那如果这个是圆形的话 这个是R Univector 我们假定 就是说它的这个轨迹 B应该是一个半径 R的圆形的轨迹 那我们说F呢 我们先画出来 F呢 就是朝这个方向 因为这个速度始终不变 因为这个速度始终不变 速度大小不变 方向时时在改变 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讲运动学就说过了 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运动啊 等速圆周运动 等速圆周运动 对不对 它就是等速的圆周运动 啊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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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速圆周运动 那么 因此这个力就是它的向心力 所以呢 它的向心力就等于F 好 等于 我们写大小就好了 Q V B 力的来源 然后 等于MA M M N 我多写一步好了 M V 平方 over R 所以我们就有QVB V等于 好 我们约在一个V 约在一个V 我们就可以得 它做圆周运动的时候 它的半径是这个 半径是这个 你也可以把这个写成什么呢 P Q B 好 那这个P 就是等于 动量 P就是这个 直点的动量 直点的动量 那因此它会做一个圆周运动 它的半径呢 跟这些有关 跟直辆有关 跟带电体的速度有关 跟带电体的电量有关 跟磁场的大小有关 你如果知道这几项 你可以求这个带电体的动量 OK 好 这个就是 带电体垂直 垂直磁场的时候 它运动 就是固定的一个 圆周运动 如果磁场不改变 那么其他的都不变 磁场是定值 Q也是定值 那M也是定值 你的速度也不会因为 磁场而改变了 所以R就是一个固定的 但是有时候啊 这个带电体不是垂直进入磁场呢 比如说这个磁场是朝黑板里头的 这个状况就是说我磁场是垂直上来 它就在固定的面上面做圆周运动 如果我磁场还是这个样子 而我运动的速度不是垂直 是斜的 怎么办呢 斜的速度可以分成垂直分量跟 磁场的平行分量 平行分量的速度跟磁场 Cross等于零哦 就不受力了 只有垂直分量才会受力 所以平行速度的分量不受影响 继续前进 这个分量速度还在 这个分量的速度啊 就会产生圆周运动 所以他一边做圆周运动 一边往这边跑 他就做一个什么运动 这是一个什么 螺旋的运动 一个螺旋 螺旋的这个每一个 就是说他的半径都一样大 螺旋的运动 如果说这个磁场不是均匀的 它是不均匀的 从这里进去 但是他的磁场越来越大 从这边往这边越来越大 好 那我现在一个带电体斜的进去 我刚刚说了 平行与磁场的分量 不受力 他这个速度是等速 这个速度受力 对不对 这个速度受力 他的半径 他就是做圆周运动 半径跟B层反比啊 你越往里头跑 磁场越大 磁场越大 你的半径就越小 所以他就是起出一个大圆 然后慢慢圆圈变小 慢慢圆圈变小 慢慢圆圈变小 变小 这样子的 OK 这个能够想象的过来吧 能想象过来 好 那么 这一点就是 我们发现了我们地球有磁场 地球有磁场 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们已经不靠磁场的航海了 古说用磁场的航海 用磁铁 辨别方向的航海 现在已经不用了 那就可以不要有磁场了 地球可以不要有磁场了 磁场好像对我们来讲 没有什么感觉啊 这个磁场跟那个算命的磁场不一样 那个算命的说这个 有磁场 我就不晓得那个什么磁场 好 那么 我们地球 它是 这样子的 这是北极 这是南极 好 我们可以把地球的磁场 用一种模型来代表 就是它里头呢 有一个磁铁 磁铁棒 这个磁铁棒 这边是南极 这边是N极 因此我们的指针呢 北方就会指向这里 这就是我们的磁北 这个就是真正的北极 南极 当然我们的北极南极 跟这个地球的正北 有点稍微偏了 不我们妈妈糊糊就算这个样子 好 那么 这个磁场 它产生的磁力线是这样子 它从 里面是从南极到北极 外头是由 北极到南极 我这个画的太太那个了 我就稍微画几个 这个是这样子的 外头 它这个是这样子的 所以磁力线是这样子的 地球的磁力线 有什么用没有 它有用 如果没有磁场 我们今天都不能活命 没有办法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能量 从太阳那里来的 但是如果所有的能量都给我们的话 我们也活不了 因为它里头有一种 高能的带电体 哇 那个能量大得不得了 射到我们身体就穿过去了 那我们的组织就被破坏 它有正电有负电 那些东西射到我们 我们大概就活不了 那么正好我们有磁场 比如说我这个太阳射过来的 我们说太阳风 它有很多东西喷射过来了 带电体 如果喷到这里 那我们没办法生存 还好有磁力线 磁力线呢 它就很多带电体 带电体在磁场里面 它会做回旋运动 我们刚刚说这个磁场不是均匀的 不是均匀的 它就会顺到这个 往这个 有的从那个方向的 往这个 南极跟北极跑 所以人 我们大部分人都住在这里了 那么很大部分的这个 正负电的 高能的带电体都 顺着这个磁力线 往偏南跟偏北极那里进去 所以我们 大部分的人 都没有什么影响 生物都还可以生存 如果磁场不见了 我们 我们就很惨 很惨 听说这个地球的磁场会 变动 北极 有一天会变成南极 南极有一天会变北极 不过它这个周期很长了 周期好像是 我忘记多少年 几十万年 好像最近要开始变了 因为发现地球的磁场变弱 变弱以后 它再慢慢慢慢就 转向 然后再由弱变强 然后稳定 然后又开始变 它这一变 磁场乱掉了 那大灾难 对我们说大灾难 在这个变化过程里面 这个过渡时期 不是说一天两天 三百年 三百年 你往哪里去躲 有很多天然灾害 太阳其实还有一种射线 叫做紫外线 紫外线射到我们 我们也受不了 也会死 那还好在我们 大气里面有臭氧 有臭氧 那么这个臭氧呢 它会吸收紫外线 把紫外线吸收了 就变成 氧原子 出生态的氧原子 跟氧原子 跟氧分子 然后呢 氧分子跟氧原子 又会 又会 再组合 它又会把能量放出来 再组合 成为臭氧 但是它再组合的时候 放出来的能量呢 就不是紫外光了 是红外线的范围 对我们人 就没有害处 因此我们 大气里面有紫外线 有臭氧保护 臭氧层保护我们 然后又有这个 磁层在 保护我们不受高能 带电离子的 伤害 所以这个很奇怪 那么刚刚好 我们再看这个石子 我们讲一个 讲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用电厂 跟磁场配合起来 可以选择 带电离子当中 某一定大的速度 的离子 因为像阴急射线管 射出来的这个电子速 一速电子 不是大家的速度都一样 有快有慢 那如果我们要选择 其中某一种速度的话 你怎么去选择 电子你都看不见 你要某一种速度的电子 你怎么选择呀 我们用一种这样的装置 就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 用一个灯丝 灯丝 这个灯丝呢 这个灯丝 它 它有一个电动式 这个电动式很小 大概就是五六伏特的样子 它会让这个灯丝发热 灯丝发热 灯丝发热 那我们就把这个灯丝啊 拿来 放在一个 导体的平板上面 让这个导体平板就发热 我们知道导体平板呢 导体里头有自由电荷 自由电荷 我们把这一极啊 这一极啊 用负的 这个极用正的 我们就给它一个电压就对了 这个电压呢 当中加一个电压 我们叫做加速电压 好 这个电 这个当中的电荷 因为热的关系啊 它就开始跳出 这个导体的表面 开始跳出来 如果你没有电压的话呢 它可能就在这个附近 形成一层的电子云 但是你有电压的话呢 负电就从负极往正极跑啊 它就开始加速 开始加速 但这个电子从里面跳出来的时候 从导体表面跳出来的时候 它的速度原本就不一样大 有的快 有的慢 好 那么当然 加速到这里以后呢 它的这个 加速到那里以后啊 它的速度也不一样啊 也就是说 比如电子 电量是这个 EV 它降低的能量 等于二分之一 电子的质量 乘上速度 你就可以 从这里就有速度出来了 速度 但这个速度也不一样啊 它一速 一速电子 Electron Beam 一速的这个电子 里头速度好多好多 好多种啊 我当然很细 我们故意画粗一点啊 好 你在这里头有一个 荧光幕 就好像电视那个荧光幕 电子打到这里的时候 会有一个亮点 有一个亮点 但是啊 这个速度是各种各样都有哦 好 现在我们要选择哈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几板 下一个几板 这里是负电 这个正的 几板 好 那么这个 这出来是负电啊 负电 我上面正好了 上面正 这里负 好 出来的是electron electron啊 它就在这个地方啊 开始受力了 开始受力 好 就开始往上受力 它做一个抛物线 一旦出来以后呢 它就直线往这里去 射到这里 亮点就在这里 你这个当中有一个电场的时候啊 这电场是朝下 电子就往上去 亮点在那里 这个时候的 电子在这里头受的力啊 它受的力 F 我们说F1 电力 好 F1呢 就等于 电量 乘上 电场 其实它这个是负的 啊 朝上 好 那么如果我们 先 把这个电场 拆掉 拆掉 先拆掉 这里头加磁场 加磁场 加均匀的磁场 这样子 加均匀磁场 那电荷进去 Q V B朝那边 V Cross B 它是负的 它是负的 朝下 QV Cross B Q呢 正的话就是QV Cross B 负的话就是负的QV Cross B 朝下 所以呢 所以呢 它的这个 轨迹啊 就从这里 做跑步线 然后出来以后就走直线 这里有一个亮点 啊 就说磁场的时候啊 它会有一个 力 这个力呢 我们就写 F B 它是等于 因为V跟B垂直啊 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这样子 F 1 它是等于 E 向上好了 那F B呢 它就等于 E VB 垂直就是这个 它是负的 Y方向 好 假如 我们控制 让电厂跟磁场啊 同时都存在 FB 我们控制磁场跟电厂 让这个 FB的大小 正好等于 F1的大小 就是这两个大小 相等 方向相反的时候啊 这两个力 它在里头受的力 正好平衡的 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相等 它就不受力 不受力的话呢 它就 垂直打到这里来 亮点就在这个当中 OK 好 这个时候 亮点在 光点在当中 在 木 当中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就是 E E 要等于 EVB 好 大家把E消掉 我们就发现 它的速度啊 一定等于 B分之 1 B分之 1 速度等于 就是你控制 你要得什么速度 你就控制这两个 让它的笔值 正好等于这个速度的大小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速度 OK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我要多大速度的这个电子 OK 从电子速里面选择这个 那有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 很多 很多别的事 好 现在我们首先介绍一个 你看在 同一个空间呢 一个带电体 可能会有两种的力 我们重力都不算 先不考虑重力 重力跟这两个力比起来 那微不足道 假如这个空间有电场 那么 带电体会受电场的 静电力 如果有磁场 那么它会受磁力 如果两个都存在的话呢 那我们就说 一般就是 这个带电体 它受的力 就等于Q V QE 加上 V orange force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就要看这个 应用 我们看这个磁力的应用 磁力的应用 我们先把它应用在 一个这样的物体 一种叫做 回旋加速器 回旋加速器 Synchrotron 回旋加速器 它是用来加速一个 带电的粒子 带电的粒子 那么这个回旋加速器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我们这里 有两个 这好像一个圆的 也是一个圆的 好 那么这里呢 另外也有一个圆 这个圆呢 是 好 它是一个 好像我们 装东西的 纸盒子 它是 有一个高度 一个高度 我这画得不好 把它切成一半 一半 这里一半 这里一半 但是这是 导体做的 金属做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接上一个 oscelator 震荡器 震荡器就是 它一下子这边震 一下这边负 一下这边负 一下这边震 一马钟可以有几百万次 变化 震荡器 所以它的电荷 一下子这边震 一下子这边负 一下子这边震 一下子这边负 好 那我们就把一个 我们就把一个 比如说 把一个带正电的 粒子摆在 一个离子摆在这里 好 震电 好 一出来的时候 你从这里射出来 这边正好震 这边正好负 那这个电场 跟这个负电场 当中就有一个 不是这边电位 这边电位 负电位 就有一个电场 这个电场就让 这个粒子加速进来了 就有一个速度 加速 进到这里以后就有一个速度 但是一进来以后就没有电场 因为它是在导体的内部 没有电场 就不受力了 好 但是我们这个空间呢 会有磁场的存在 我们假定这个空间呢 会有磁场 这个磁场啊 是跟这个盒子的面 垂直 B场 带电体进来了 QV cross B 朝这边运动 于是它就开始 弯曲 进来以后就做一个 半圆 半圆出来了 QV cross B 到了这里以后呢 就正好变成这边正 这边负 当然你要配合好 那本来就有一个速度 这里又加速 又加速以后啊 它进到这个位置 它的速度就比这个大 好 一进来以后呢 又没有电场 又有磁场 磁场就是不改变速度大小 只改变速度的方向 所以呢 V cross B 朝那边 它就朝这边 做半圆 然后这边又正这边负 然后又开始这样子 它一圈 一圈 一圈 越来速度越大 越来速度越大 一直到它能够跑到这个位置 跑到这个位置 就从这个地方射出来 V maximum 所以这个叫回旋加速器 回旋加速器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回旋加速器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带电体在磁场里边 它会做圆周运动 圆周运动 OK 圆周运动 它是等于 M V over Q B Q是一定 B一定 质量呢 要看情况 你速度不太快的话 跟光速比起来 不算太快的话 那么质量可以算是一定 算是定值 如果质量是定值 那么R就跟速度 V成正比 那它速度越来越大 对不对 所以它半径就越来越大 半径就越来越大 这是它的半径 半径就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可以算出 MV要等于QBR 我们把这个凑成 二分之一 MV平方 这里也乘二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呢 M乘二 好 我们等一等好了 先这么写 等于这个 MV等于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MV的平方 等于QBR的平方 所以MV呢 MV平方 二分之一 那就是这边要除过来一个M 它的动能就是这么大 任何一个轨道上的动能 是这么大 任何一个轨道上的动能 OK 这个式子告诉我们 速度是跟 随着R的半径越来越大 速度也越来越大 但是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MRωmega overQB Omega就是电子 在里头 不是电子 带电体在里头 回旋的角速度 角速度 我们从这个式子 我们又可以得到 它的Omega呢 是一个定值 Omega等于QB of M Omega是一个定值 角速度是一定 角速度一定 速度随半径 越来越大 但是角速度 不管你半径多大 它都保持在一个 一定的数字 因此就因为这个特性 我们可以把这个Omega 跟这个Omega 让它能够像Match 配合 于是就是可以产生 这个加速 OK 好 那么 这个这个是它的动能 最大动能 我们看看 最大动能 EK Maxima 它是等于二分之一 M V Maxima 的Square 那V Maxima 就是R Maxima 所以它就等于 所以它就等于 2MQB R Maxima 那它就可以产生 最大的动能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R Maxima 从这个地方出来 这个就是R Maxima 那你当然 你要产生动能 最大值 决定在这些因素 这些因素就是 Q固定 B厂如果是固定 那你只好怎么样 改变它的 这个叫D 两个D 叫D 这个加速器 这个Size 增加它的半径 增加它的半径 OK 但是 不是随便 你要增加多大就多大 这个要钱了啦 你增加半径 那个半径上面 都还有磁场 你磁场 你build up 这个磁场 也要花钱 所以这个都 有一定的限制 好 那么 就算是你可以 有钱做 把这个 把这个也变大 这个也可以变成 你要多大就多大 但是它天生就有一个限制 天生的限制就在这里 如果这个Omega 跟这个Omega Prime 它两个不匹配的话 就不能加速 就不能加速 那么如果你的速度 速度 我们知道 我们的速度 根据相对论 根据相对论 一个物体的质量 是等于 1-V平方 over C平方 的M0 你速度越来越大 质量就越来越大 质量越来越大 Omega越来越小 跟那个就不匹配了 这个时候就不能加速 不能匹配 OK 那也就是说 速度增加的时候 M增加 Omega就变小了 这就 那就是Omega Prime 不得Omega 这个时候就不能加速 那么我们有改良的方法 改良的方法 就是我们让Omega 随速度的增加 而减小 我们让这个电压的频率 也同步减少 改良之道 改良之道 当V增加的时候 Omega增加 Omega M增加 Omega变小 我们使 Omega prime 也减小 让它跟 也减小 这个时候 Omega prime 等于Omega 始终保持Omega 那这样它就可以加速 这种方法呢 我们称它叫做 同步 回旋 加速 就是说 我们让这个Omega 也跟它同步的减少 这叫同步 回旋 加速器 这个 我们 给它的 它的名称叫做 Synchro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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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一种方法 它的改良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让B 随着M的增加 而同步增大 第一种 那就是 它的 M增大 速度增大 M就增大 那么 在那个位置的磁场 本来这个磁场都一样 比如说它速度 变大了 这个磁场本来跟这个不一样 我们让这个磁场也增大 磁场 那这个时候 它就不一定要回旋了 它同一个轨道 一个圆形轨道就好了 它一边转 速度变大 速度变大 让它的磁场也变大 这个时候呢 轨道保持一定 保持一定 这个叫做同步加速器 这个叫做 Synchrotron Synchrotron 那这个 加速就更大了 能量可以加速到更大 我们就讲这几种 我可以加速度变大 我可以加速度变大 我可以加速度变大